国内昨天新增413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当中有104宗是实际单日死亡病例 其余309宗属于积压病例 176宗是送院前死亡病例 根据卫生部COVID-19网站发布的图表 雪兰娜通报111宗死亡病例全国最高 击打54宗排第二 柔佛52宗 沙巴39 吉兰丹36 槟城33 森美兰29 彭亨15 马六甲和霹雳各13宗 吉隆坡8宗 以及沙拉越和登加楼各别5宗 玻璃市布城和纳敏昨天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接触目前国内累计21124宗死亡病例 送院前死亡病例则是累计3958宗 活跃病例减少将近1万宗 目前降至22万8124宗 其中超过18万名患者 也就是82.7%居家隔离 12000多人住院 1301人入住加护病房 当中687人需要依靠呼吸辅助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